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县山东诗大文学院开始诗歌创作 现任欧洲时报采访部主任 作为新闻从业者 每年除彩写近40万字的新闻报道外 业余时间不忘初心 仍然坚持诗歌创作 黄冠杰 吕欧华文作家群重要的作家之一 文学创作形式多样 作品曾发表在《人民文学》《时代文学》《七路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出版诗集有《蓝天之母》《空场》《闪文诗集》《语中向西》《果园与歌者》 《纪实文学集》《爱情在别处》等 同时黄冠杰还是一个武术爱好者 文武双全 最近《散文诗集》《黑夜敞开》发布 诗集精选了黄冠杰诗歌代表作共72首 以独特的情感深刻的生命体验 展现其创作心路历程和对人性历史时空的感悟 表达了对人类终极意义的追问和人文关怀 在创作诗歌三十多年间 感情中辈文笔细腻是黄冠杰創作的共同特点 无论是在诗歌和散文 读他的诗让我们领悟和感受到成熟的智慧和细腻的情感 他的语言犹如珍珠般的形体 亦由钻石般的锋利 从中体现了诗人的文化取舍和精神坚守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